大家好 三角梅是一种比较喜欢微酸性土壤的一种植物 如果说我们不经常给它补酸 酸碱度太低的话呢 是很容易导致这个叶片切酸切铁 然后呢导致叶片发黄掉落的 那么我们如何分辨我们的三角梅 是否是缺乏铁元素 缺乏土壤的酸碱度呢 因为三角梅叶片发黄的原因有很多 如果说我们分辨不清楚的话呢 就会导致我们处理不大 像这种叶片出现这种情况呢 就是三角梅的土壤酸碱度不够 缺乏铁元素 一般这种情况呢 都是这个三角梅的叶片叶脉 深绿色 然后其他地方呢是放黄色的 这是初期 后期的话呢更加的明显 我们就要及时的给它补充硫酸压铁了 因为已经是明显缺乏铁元素 土壤酸碱度不够 如果这个时候补充不及时 叶片就会更加的明显 我们用柳酸压铁呢 只需要一克对上1000毫升的精水 大概一个月给它使用一次就可以了 如果说这个叶片太过明显的话呢 一个月就需要给它用两次 我们将它搅拌均匀之后 给它浇灌 如果说我们的三角梅 经常出现这种情况的话呢 我们可以在土壤中 多加一点腐质质的东西 像这种干养分 因为这种腐质质多了 土壤的酸碱度就会变高 好了 这就是养三角梅的一些技巧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